报复恩 第一桩重要的大词 就是把这个法门介绍给别人 介绍是给别人越多越好 那么诸位 你有没有想到 我今天在这里做介绍 几个人听 网络里都播放的 那多少人听 卫星里面都播放的 听的人更多 这些帮助传递的无量功德 我们心里很清楚 很明白 于是乎你就知道了 今天很多企业老板 想做 有人有钱盖个大庙 送一个大的佛像 几百米高 几十米 几百米高 福报大不大 小 这个传播的福报 大了 你要真搞清楚了 现在建立一个 网络 卫星 成本很甜 不要干别人 不要干别人 你就专门播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念佛 二十四十 不中断 你把它播出去 多少人跟着你念佛 你就成就多少种子 这个福报做到 讲经是把私 理 讲清楚 讲明本 让人家对建筑 丝毫怀疑没有 发真心 念佛求真净土 这是真正的福报 无与伦比的福报 我们今天有这种机遇 来生要不往生 那个福报可就太大了 但是福报不能想 想就吃亏了 一定要做福去 做福 真的究竟圆满 那才是真正的第一顿福报 这种机遇到